今天是2018年4月19日的早上10點半 星期四 今天很開心 因為今天是我休息日 我今天剛剛起床 我剛剛出到後花園發現不是加州陽光 滿天都是烏雲密布 好像大有生意玉來風滿流的味道 我就在這裡 意思說好像想下雨一樣 今天是我休息日 在出門前 同樣我在後花園主播這個譚天雪地的節目 因為我們的公司已經開張了 所以每天都有兩檔節目 一個是譚天雪地 一個是晚上 午夜譚琴 是我們公司的拳頭產品 但公司剛剛開張之前都是摸索階段的 我們也很想拍一些非常好的節目 特別是一些景色 外面那些 但現在呢 但我相信呢 我們公司的運作是愈來愈好的 今天有些洞洞地出來了 不知道是否沒有吃早餐的原因 或者是甚麼 即是說肚子有點餓了地 難免發熱量是不夠的 加上今天確實天氣就是變化很大 天陰陰陰沉 通常這個時間以往來說 已經是出熱頭的 出熱頭你也知道的 出熱頭肯定會 所以那些天氣就會比較溫暖一點 而今天呢 就是沒有甚麼陽光的情況下 也不少有些寒意 但一會兒我就會開一部車 同樣是去橫街的林肯酒店去喝茶 我約了那個廣州朋友 就已經在這裡開了位 通常是 休息日沒有甚麼地方去的話 那就是喝一下茶 那喝一下茶 既然說休息 那有時的事來說 都是以休閒為主 都是這樣 出來喝一下茶 聊一下 都未嘗 不是一個放鬆的 有一個好辦法 不是淡杯茶 見一下老友 又替以往茶 見一下臉 吹一下水 都是生活上的一部份 也是生活上不可缺的 因為人本身都是 是 雖然有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我們 生長在這個社會上 就是 不可能說 總是獨居的 總是要去面對 社會 總是遇上各種各樣的人 不同的人 我們都是要去 有一種 以人 打交道的那種 那種需求 有一種心理的需求 所以 以前有句話叫做 君子之交淡月水 所以 我們出去的 我們的目的 其實 就是 一種 順其自然的一種 溝通方式 溝通方式 的確 我們現在 在異國太向裏 生活是比較簡單 單調 正因 正因是這樣 所以我們 就是 會 好好地 處理 日常生活的 那種 方式 感到很開心 就是 在這種 在這種 異國太向 那樣的 一種 這麼單調的 生活之中 已經有這個機會 讓我 就是走上了 主持人的 這個行列之中 那 從一個業餘的主持人 到一個專業的主持人 那 有一個過渡的 那我希望 我能夠 在不斷積累經驗的過程中 呢 能夠 做到一個 比較合格的 一個主持 主持人 實際 實際 說 不想做將軍的人 不是好士兵 同樣 我開這間公司 已是一個董事長 所以 不想做一個董事長的人 絕對不是一個合格的人 所以人是有理想 人 也是有一種 追求美好生活的 一種 勇氣 所以現在 我身份有很多重 既是董事長 首席執行官 主持人 一個平常人 一個與大家 是一樣的 口耳眼鼻 都不缺的一個人 好了 今天 我還未 談到這幾個 我就出去喝茶 哈哈 哈哈哈哈 一會兒我會在這部 車開車過程中 我會繼續 主持我們的 淡天雪地 因為每天上班之前 我都在這部車裡 主持這半個小時 今天我休息的同樣 在家裡的厚花園 主持一下 一會兒去到那裡 又在這部車裡 繼續 幫大家 繼續分享 廣州人在洛杉磯的生活 好 現在就是 先聊這麼多 拜拜 我沒有說拜拜 因為很快 我們又見面了 很快 拜拜